居内没披露 内地拟归华西部地区建设400几瓦风电光伏大基地项目 主要分布在西部沙漠地带如戈壁 配合已建成的特高压送出线路和归华特高压线路 计划有可能在近期某个国际重要场合曝光 预计风电和光伏将各占一半 有一半装机容量料不会迟于2025年建成 另外中国气候问题特使谢振华向外披露 近期中国正制定一项减碳排放的计划 谢振华上周末 当于美国气候特使克里在天津进行为期两天 但呼未见该项风电光伏项目 在中美气候会谈中透露 但作为风电龙头龙元电力股价于周一 6日再创新高 收报16.18元 升0.37% 新易光能则微跌0.88% 收报18.06元 中国基于2030年及2060年分别实现碳达风及碳中和目标 光伏与风电成为可再生能源的超人气赛道 根据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 最新一份报告指出 内地太阳能发电 2020年占比11.3% 风电占比12.7% 煤电人为主要供电来源 但到2025年太阳能 风电占比逐渐上升 显示未来全球对光伏玻璃需求持续高涨 吸引不少厂商争相进入市场 瑞幸估计 14.5即今年至2025年期间的新增装机容量达732级瓦 其中515级瓦为太阳能发电 217级瓦为风力发电 高于市场共识 由于从西部输电至沿海地区的输电及配电设施 要能承受特高压的要求 将成为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增长动力 今年头7个月 光伏及风电的装机容量 由2020年低基数反弹37%及47% 故该行对明年的增长持乐观态度 在光伏产业链上 该行依次看好龙基股份 通微股份 信义光能 大全新能源 及金克能源 其中 龙基为光伏需求增长最佳选择股 通微则拥有多金规定价 及盈利上升周期的优势 为信义光能要是乎光伏产品需求能否回稳 风电方面 瑞幸依次看好龙源电力 金风科技及大唐锡能源 至于高压输电及配电设施 该行依次看好 行业首选的国电南锐 特变电供 林阳能源 许基电器 极平高电器 其中 特变电供受惠于本岗上市子公司 新特能源强劲的多金规盈利 林阳则拥有更高的盈利储能贡献 高盛报告称 今年第二季不少多金规厂商报价上调 较去年底增加145% 有利处于上游的 多金规原料商路较高的收入增长 为近月产能似乎进入过剩阶段 在市场供过于求下 光伏制成品售价迅速被拉低 令光伏玻璃厂的利润 受压晶圆 光伏电池等组件制造毛利率 较去年底下降 至今年中光伏玻璃平均售价 更极限47% 相比下 风电营运商受惠于风电厂更高的利用率 以及风力涡轮机的均价下跌的利好影响 风电营运商上半年路得强劲收入增长 基于过去12个月内地电力需求强劲 汇丰报告看好内地风电一哥龙园的前景 该行指令好龙园因素包括风电装机容量 按年升11% 风电项目利用率按年增9% 令风电综合发电量提升20% 而煤电利用率亦按年升33% 故维持其买入评级 上调其目标价 由14.5港元至18.6港元 龙园今年发电装机容量增加三级瓦 包括1.8级瓦的风电和1.2级瓦的太阳能 跟该该公司于14.5期间规划 新增30级瓦的装机容量中 有七成为太阳能 这会有更好的成本效益 管理层预计一年风电利用率2248小时 该行基于龙园上半年风电利用率1297小时 以高于全国平均的1212小时 认为指引过于保守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